這台是可以有熄火的功能 然後老闆娘還在研究它的... 打 Respons 到底要怎麼用 已經忘記了 這個在日本開車就是 左駕右駕會有點不太習慣啦 但是只要你坐上車就習慣了 我們現在要 第一個目的在哪裡 富士山的一個公園 聽說那邊是可以車國的 不知道聽誰說 我不知道 他們倆聽誰說 是喔 他很認真研究 這時候 副駕的人就是要好好研究 然後正駕就是專心的開車 先研究一下這邊的路況 然後 我就是坐在右駕駛 要習慣右駕駛 然後方向燈在右邊 有時候常常會打錯 好 廚房 直接上高速公路 直接上高速公路 有不習慣 有一點不太習慣啦 那個老闆娘 有 你剛剛研究了那個車上的倒 大概研究了快20分鐘了 對 可是因為自從我們 車開動的時候 好像會導航都不能按 我可以按 可是你要更改那個頂點 它都沒辦法 它就是一種安全模式 應該是它 那我們現在要去富士山附近 過夜晚燥 今天的目的地喔 所以車上就對了 對 我今天看到車子有點傻眼 哈哈哈哈 你車不平 車不平你有差嗎 不是不平 是中間有一個洞 哦 你那個營火部落那一個 你有帶來嗎 有啊 不中間 對 這時候你就要好好跟他講說 善用一下所有的東西是不是 對對對對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可以坐在車裡面 吃東西而已 這高度可以 這高度可以 對 營火部落那個東西 是不是剛好可以鋪中間 對 它那個鋪中間可以 剛剛好 然後我們就一人花一個水袋 跟一個電熱湯 可是看這種天氣好像不需要電熱湯 你現在外面幾度嗎 好像十度 十三度 對啊 我們現在正在日本的高速公路上 狂奔 要一百六十幾公里才會到達目的 我們開一百六十幾公里才會到達目的 那個要開 到台中了 他們要開七百多公里去 真的還假的 對啊 今天晚上 對啊 他怎麼開得到 我也不知道耶 而且飯的就利好了 是喔 蛤 他們要開七百多公里 兩個都是這班 四少也是嗎 對啊 你回家飯店耶 小耶 然後開到那邊都已經天黑了 因為你真的拿這裡沒辦法按什麼 你知道嗎 嗯 因為人家不是這個事都在接我們 所以其實他們第一天晚上應該去附近住就好了 應該是說現在 在附近 過一耶 對 然後再去 對啊 這個安排 安排的不好 因為那個行程有點 那個滑雪場有點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一百跟八十 一百一 現在可以開到一百一 一百一跟八十就是小車啦 可以到一百一啦 這跟台灣的高速公路差不多 但是我們台灣的大車可以開到九十 然後他們就可以開到一百一 我想說我們就這條慢慢開就好 對 因為還好不會不做事情 因為完全是沒有行程的行程 對 只是 他一直講話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這是打皇在講的嗎 對 搞不好他就可以設定中路嗎 沒有 剛剛他東西 你怎麼知道 我剛剛研究過 你有研究過喔 好啦 那我們就 來找一個休息站 真的沒有睡午覺 我們走到車的時候已經快四點了 啊 現在快四點喔 對啊 現在已經是日本時間時間了 啊 我們說我們到那邊已經晚上了 差不多 真的 所以真的是純粹去那邊睡晚上而已 沒有 附近也可以走走 喔 好吧 我們到了那裡再看看吧 喔 你看 提醒一把 有燃燒啊 那個咧 他在提醒咧 那個有火跟那個什麼煙咧 有沒有 他應該在提醒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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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 對啊 他們的施工 有沒有 到時候你要往旁邊走 對 我們是用什麼 三角墜 他們用三角墜 對啊 他們是用這樣的放書 剛剛要吃什麼 嗯 我想說怎麼有一個煙霧丹在那邊 啊 那個燒碗就沒了嘛 燃燒碗壁嘛 應該是嗎 不知道 你第一次問你第一次 哈哈哈哈 新鮮 對啊 對啊 有住在這邊的人啊 對啊 有住在這邊的人啊 有住在這邊的人啊 也不曉得他到底什麼意思 對啊 我們台灣是放交通罪 不曉得他 不曉得他 那有等級是你說那個路段出間啊 不曉得 這三公里處 靠左下交流道 靠左下 要靠左下 要靠左 我剛剛講錯了 他們 大車 通通都可以開耶 跟台灣的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我以為不行 你看 超車就是從內側道 只是他們的內側道是 右邊 偶爾是左邊 欸我不會 我不會因為來這邊開車 我精神就會特別好耶 怎麼辦 現在時間到來小 所以我正沒有休息一程 還沒到 是喔 後面有精神耶 真的嗎 那是警車還是什麼 他在 那是 你要靠右邊 我幹嘛要靠右邊 那個 後面有那個 後面那台朝鮮 有時候打到右邊 真的嗎 不是 不是 這個就是 ETC ETC要進來 看我自己打他 喔 開了 1210 五千喔 對阿 這樣就一千多塊了 對阿 還要想 那你說我們 ETC一天多少 330 吃到飽喔 應該不是 從事到晚 那不然咧 應該要回來再檢查 他是在 我們是跟他出租 你提一些 整個卡片 讓他出租 然後我還在檢查 不過有人可以給 對 對阿 對阿 為什麼 對阿 對阿 有錢 麻辣 真的是湯美食 我們就租不到湯美食 不然應該租了一台來開開 你都買一台的還租 真的嗎 麵包車 欸這邊變兩仙道了有沒有 這個也是高速公路吧 這也算高速公路嗎 對啊不然咧 你有看到摩托車嗎 沒有 這個很像摩托車咧 這我怎麼知道啊 有沒有 對啊也是啊 這個標誌應該只是高速公路 我們還要快二十九公里 大環線 二十八 然後再走六號 這個如果沒有導航自己來一定會迷路 一定要導航到旅 欸我們在附近 在1.7公里有 好像有外吃咧 真的嗎 真的嗎 你怎麼知道 我現在有看到1.7公里有外吃咧 要這麼早嗎 我知道你壓到線它會叫 喔 喔 這個是那個啦 偏移警示啦 難怪 我想說為什麼會叫 嗶嗶嗶嗶 那這台車還不錯 還有一個偏移警示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你看到了什麼 夕陽 夕陽啦 然後右邊那個 什麼 什麼 在右邊啦 在這邊喔 哇靠 那是在 對啊 左下左右部分啊 我要看看能夠拍得到 等一下過去一點在拍啊 我們今天會先穿過東京啦 喔對啊 然後再回來啊 對再開車回來 我們就以中的東京為中心點 然後東京 對 要開車就要開東京 這樣子 技術才會好 河流主義 欸其實 你會發現他們很多漢字齁 你都 意思都很像 像他們的高速公路 一些出口 跟我們的地模一樣 我剛好 前面這個車 請控它 這邊很熱鬧耶 嗯 這邊很熱鬧耶 新宿 都是大樓 來這邊就是塞車 不過 現在是幾點 十六點 五十五分 這個比 跟台灣的車比起來 還是台灣的車多很多 台灣是塞到爆 好像只有這一段 他們可能是因為高速公路 回輸票比較貴啊 所以 大部分的人都使用 你看他們這種 每一台車看到都載很多東西 你說上面那台海比斯 每一台車喔 經過都滿滿的 啊那就是工作車啊 坐車在使用啊 不過他們的海比斯都是 這種的啊 我們都是另外一種 還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在call out 我們現在在call out 因為我們來到日本的時候 我們兵分幾路 三路 兩路啦 三路 三路 又有那個還沒碰到面 我們有三部車 然後我跟老闆娘 我們兩個是先走我們的路線 然後中間點在碰頭 那其他兩個人 是各開一部車到飯店碰頭 那他們要開幾百公里 然後我們現在等等的點 聽說 700公里了 鹿蛋 你們要開多久才會到目的地 11點 晚上11點 啊不晚了 啊你們剛好去吃飯嗎 我們現在剛到第一個休息站 你們要開幾公里 所以你們先下去吃東西 要開幾公里 每夜裡第一站休息站 哦你們先下去休息就對了 嗯 哦 才剛到而已啊 哦 好吧 你問他們是要開幾公里 路途還很遙遠 路途還很遙遠 啊總共幾公里 總共幾公里五百多而已啊 哦 不是700喔 誤會一場 四百七十幾啊 哦 那比我們多一倍啊 我們一百多嘛 那就到屏東而已 還好啦 對啊 到屏東了 那肯定嗎 哦 可以很可以很可以 只是我們到上高以後 可能是雪地啦 哦 了解了 那你們晚上還是要小心開啊 對啊 好啊 你越忙了 好啊 你先去吃東西吧 拜拜 好幾公里 我們要去休息站 吃飯 嗯 對不對 我算是午餐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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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不是在飛機上吃了嗎 被移用 那是早午餐 現在幾點啊 現在五點多 五點多 你吃午餐 那晚餐還要再吃喔 不要啦 這當晚餐就好了 你看看他們的休息站 公平的休息站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嗯 看不差不多 我覺得 最好吃 台灣的休息站是很豐富的 真的 真的 這邊有寫可以 皮 那就是 那就是寫一個碗一個 沒有 是碗 是咖啡 有餐具才會有吃的 你剛剛有看到餐具嗎 有 這邊有什麼 沒有啊 沒有餐具啊 真的啊 可是 喔 我 今天在機場的時候 它是有咖啡 它是只賣咖啡 然後有餐具才會賣餐 對啊 這裡也 不是啊 去就知道 不然就上個廁所 對啊 買個飲料 賣不睡了 對不對 古咖啡 它這個叫 咖啡 它這個叫 咖啡 怕什麼 它是豬 的車 你會怕啊 我就不怕了 你 陸營車 這台啊,上面有太陽能 哇!這台! 在前面就是大車的地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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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成效耶 它可以開回去嗎? 這個是紙幣換進去的 然後麵沒有 拉麵 就叫一個麵一個飯好了 隨便啊,你去換啊 換來點 你就剩一張而已,這多少? 一萬的 OK 幾張? 十張 你要吃什麼 也是很方便的 就隨便啊 你就點一個飯一個麵嘛 反正我也都沒吃過 這個啊 沒有飯 你怎麼知道沒有 他上面寫超超 超超就是沒有 哦 他有點有的啊 尖案 那邊 上面 那邊啊 右邊 真的是 是 看一下 我要確認一下 因為他上面有水 有 OK 還有什麼 看看 先按 再給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入金了 OK 沒有,就按啊 剛剛你按那個是白按的 要找錢 哦 OK 水啊 水要自己倒 哦 不是啦 冰的 他們不是都喝冰茶嗎 對不對 是不是冰的 對啊 對啊 水要自己倒 水要自己倒 哦,好冰喔 真的很冰 有沒有 摸起來不會 摸起來不會冰 冰冰的 對 點了兩個 多少錢 一千 一千 一千九百五 這樣等你收拾 一個兩百多 四百 兩百 其實在這邊吃東西 不便宜啊 那怎麼辦 一餐四百多 所以 你今天只能這樣子而已 為了要省錢 你晚餐沒了 哪有那麼可憐啊 對啊 來了 這是一份吧 這是一份吧 哦 這麼大份哦 這飯耶 你這個什麼 這是麵 也是飯 拉麵 很大一個 那可以啦 這炒飯 今天來到日本的第一餐 今天來到日本的第一餐 在地消費 在地消費 只能在地消費 雖然在休息上吃 雖然在休息上吃 發麵很Q 呵呵呵 呵呵呵 反正 來這邊就是吃不一樣了啦 齁 而且這個炒飯 我覺得跟我們的炒飯 沒什麼差別 因為你要吃飯 但是沒那麼油啊 對不對 他這一道到底是什麼 味噌拉麵 哦這是味噌喔 我的是醬油 哦 那吃一下這個 我們會不會拍得太 太 太平常了 真的嗎 啊 這是我們的日常 我們的第一站 竟然在休息站 好符合我們兩個的風格 在日本的休息站 開車開累了 這吃飯 我們沒有因為別人而改變自己 因為我們都很認真做自己 那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哇 美白 餓了齁 我跟你講什麼都好吃 你看 我的晚餐我把它秒掉了 然後老闆娘一直搖頭 什麼意思 我發現這個 這種投幣式的 壞 欸 哦 大哥 吃太飽 這種投幣式的那個 換那個什麼 換那個餐券 也有個好處 你知道嗎 他沒有換餐券 你說投幣式很好 換餐券 然後再來 再來買麵 都不會有色帳的問題 也不會出錯 對不對 也不會有找錯錢的問題 你也不用去算錢 你就不用收銀台 不用收錢 也是不錯 麵好多 來 那個 一 他們晚上 車上有酒喝嗎 啊 去甘馬店買 啊去Seven買 Seven有那個 之前我們買的那個 什麼 大飲料 超飽的 慢慢吃吧 真的 手搖杯 對 啊 三百多塊 你要喝嗎 手搖杯 你要試嗎 對啊 手搖杯 對啊 手搖杯 對啊 手搖杯 早上可以來買 所以你零錢要多準備 因為這個要 最多 五百 沒有收一百 有收一千塊 喔 一千塊的 走了 欸你看 欸 那邊有一台露營車 而且他們在車上 我們過去看一下 走 有沒有 太陽能 對不對 看上面的太陽能板就知道 然後車邊帳 有沒有 對不對 這邊帳 Fiamma的 走了 就知道 就知道 那個是在車伯的 等一下 等他們過 我把他走進去啊 對對對 我們要回車上了 你買什麼東西 我買了 兩罐水 一個口香糖 跟蠻鳥 這邊沒有口香糖 這裡對 欸我跟你說 塑膠帶也要錢 多少 四塊錢 蛤 那就折合台幣一塊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所以來這邊可以自備袋子 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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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走吧 前往我們的目的地 晚上不知道有沒有得早 有沒有得洗澡欸 對不對 目前看看有沒有公共早上 只是 公共早上不知道幾點關欸 嗯 是啊 沒有明天早上再洗 再去洗溫泉就好了 好吧